大家好,我是郝医生,欢迎来到黑牛养生馆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担负着消化排毒和免疫抗病的众人 然而不良的生活方式却让多数人肠道开始出现老化倾向 那么看我们的肠道是否健康 通过以下排便的三点就能给我们做个提醒 第一,看频率 每天一到两次的排便是正常的 或者至少一等是一两天排一次便 低于这个频率,你就得注意了 可能大便看照或便秘 第二,看体验 排便的过程应该是愉快而顺畅的 如果排得很费力,不开心 或者时间太长,达到15分钟 那么说明肠道功能下降了 第二,看形状 即使不便秘,但如果大便干燥 或像阳分粒,咯咯答答 或者大便堂蟹,不成形 也是肠道功能不好的表现 真正的大便形状 应该像我们常说的香蕉便形状 才是最好的大便状态 而如果我们的肠道不好 会带来很多危害 特别以下三种 第一,降低免疫力 肠道内有超过500种的不同菌种 这些益生菌可以抑制肠道有害菌的繁殖 激活身体的免疫系跑 如果肠道便秘或腹泻 肠道菌均紊乱 就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 第二,肠癌 如果便秘,肠道毒素积累过多 就会刺激常年病变 增加肠癌风险 第三,青春痘 如果长期便秘 肠道毒素不能正常排出体外 就会被肠道重新吸收 进入血液通过皮肤排泄 会导致青春痘 皮肤粗糙等皮肤症状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养生 关注本栏目 养生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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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